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曾国成,八月主持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日前妖女艺人徐维恩,王宇杰,丽依锦,姐姐林以及翁欣仪等人上节目,畅谈自己的大事行为。 徐维恩自亏行动扰局,出门都大包小包,还偏爱可以吸的凉凉薄荷棒,而且爱买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说,只要能吸的我都买。 徐维恩表示很怕自己会发生事情,又不爱麻烦别人,随身会携带各式药品,胃药,止痛药,消炎药,镇定剂,安眠药以及防蚊虫叮咬等事必备,出门就变成了大包小包。 听到徐维恩携带的药品如此五花八门,主持人曾国成不禁追问,那你里面一定有碧玉药罗,让徐维恩脸上顿时冒出三条线。 八玉赶紧跳出来救援,笑骂,平常谁会带避孕药在身上了? 徐维恩自爆出门爱携带各式药品。 卫视中文台提供,曾国成,又三,八玉,又四,主持一代女王,邀女星畅聊自己的大婶行径。 卫视中文台提供。